刚才来到美国大选 当然选举的结果会牵动到美中台三美的关系 而台湾自己立场又如何呢 蔡总统对于两岸有最新的谈话 听听看 蔡总统上任后首次双十国庆如火如荼准备中 但现在却传出爱尔兰要官员 不要出席我方国庆大典 避免让中国大陆不高兴 爱尔兰的案例并不是今年才发生的 它是行之有年爱尔兰的一个他们的政策 这下之一不止爱尔兰被施压 还有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两岸角力拉扯 但很明显这回国庆大典外兵能不能来 还带着陆方因素 尤其在蔡政府始终巨打九二共识的情况下 大陆的确可能再度从国庆外兵上下手 让我方湮面无光 陆方打压未歇 从日前五月的WHA世界卫生大会 只字未提台湾开始 接着IQ遭拒 再来就是国庆外兵也被施压 蔡英文面对窒息式的两岸关系 也终于忍无可忍 是逢民进党党庆30年 一封民为给党员的信中 直接让蔡总统说重话 不只要坚守价值 还要立抗中国压力 蔡总统难得向陆发言 也有意测试对岸底线 不过向来对两岸采取冷处理的民进党政府 面对外交应对上连环被陆方牵动 接下来台湾在国际关系上该怎么走 的确是蔡政府不能挥避的问题 看来蔡总统她在民进党党信上面的发言谈话 跟民进党党员立峰信上面 好像对于对岸释出了不太一样的讯息 在测试对方底线吗 怎么讲的 她说我们要立抗中国的压力 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过度的依赖 塑造一个健康正常的经济关系 但媒体标题下来稍微重一点 说两岸窒息的情况之下 现在蔡总统要提重话提醒对岸 因为不断的被打压 不过说这话的时机点 也值得特别来讨论一下 因为还记得上一次 我们发射雄山飞弹 差点没有达到渔船就要过中线 当时是中共的党庆 蔡总统这次讲话的时间点 也刚刚好是对岸中国国庆时宜 所以川大哥你来看 这个时机点是刻意挑的吗 那对岸又会如何解读 这倒不是 他其实这个东西是928 民进党30周年 所以是30周年 那当然中共如果要觉得为说 一定是针对他的10月1号 那就有一点点是中共自己贴金了 民进党坦白讲 民进党不会把10月1号当成是重要日子 就像他们民进党和蔡英文 也绝对不会把10月10号 当成他们真正的国庆 所以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蔡英文今天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讲了 大概其实是这样子的 大小姐不耐烦了 大小姐不耐烦了 对所以表出一个姿态就是 不然你是怎么办 我这份已经这么乖了 我也是虽然讲维持现状了 我虽然怎么样了 那不然你是怎么办 川大哥我顺便就顺着你的话问一下 因为我们前一两个礼拜在讨论 I care到底我们有没有说到要紧函 那没有说到会怎样 那不断讨论就在问说 那接下来大陆会怎么做 蔡总统会怎么做 当时来讲说 如果在知道委屈不能求权的情况之下 蔡总统会稍微软化一点 对于九二位共识 可能会找一些更多的模糊的文字空间 还是会变得更加强硬 你看现在不耐烦的意思 你刚刚解读说他不耐烦 那不耐烦就是后来变得更强硬的意思吗 一定要强硬 一定会强硬 说实话今天从一个博弈的角度来讲 如果蔡英文今天落下去的话 那就落掉 台湾就完蛋了 因为跟庄家对赌 对方一直在出牌 你最后竟然顺着她的话 你就进到她的科救 所以你讲什么 人家会在家嘛 所以他知道已经是不能这样子了 国际上一定被打压 他已经清楚了 经济上尤其是陆克这方面 也一定他也无从突破 他也很清楚了 所以他今天就是不然如何 就这样出来了 而且不然如何 这个态度出来之后 还有很重要一点是 最新的台湾指标民调又出来了 蔡英文不满意度高达48.3 但是他的满意度支持度达到了38而已 而这38对蔡英文来讲 他这时候最大的危机 不断流失下去的时候 他巩固基本盘 因为35左右是民进党的铁票 再往下走 传统民进党的铁票都要被动摇 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他要讲出这种立抗中国 可是这样讲下去 警报 因为这时候如果你连投期款都垮掉的话 他就很快会流到 马英九的19 我不跟着庄家下 但我还有筹码吗 他不管怎样 因为我跟着庄家下 我也输 我跟着庄家下 旁边也没有玩 旁家会帮我 美国也帮不上忙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 但是在国内的一个方向里面 你看他几个独派大了 对他的压力 几个独派的 然后他们这个 虎视眈眈 虎视眈眈 他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他今天是回过头来 今天他已经不是在在乎你 那48对他不满意 那你就不满意到底了 那中共也绝对不要对他满意 讲什么都不会满意 还要是35 35 所以他在38 只剩35 这个误差范围之内的时候 所以他今天转出来 就是大小姐真的不耐烦了 我已经装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给我这一支稿 干脆 所以两岸自习不自习不重要 两岸进入冰河期 没你怎么办 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因为现在在 如果以一个博弈的方式 来想这一盘局的话 可能比较能够了解一下 因为你刚刚提到 现在博弈我们旁边没玩家 没有旁家 我们旁边的玩家 日本美国 我问一下陈老师 因为美国他有说话 就在蔡总统一发表 给党员一封信之后 美国就说了 美国重申 他对于公开信的立场 说鼓励台北跟北京当局 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 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我真有听没有懂 这有讲跟没讲不差不多吗 美国在这次已经是 跟政务主持人所说的 摸摸鼻子 说的不好听就弃子认输了 弃子认输了 斗不过中共 我之前就强调 美中是在共管这件事 中共的驻美公使李克星 在ICAL还没定案的时候 还说美中两国正在协商中 之前WHA也是美中两国在协商 美国是董云床第一号副助理国务卿 也是在说我们正在努力让台湾 争取到WHA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 这次美国也在想帮他们 往台湾参加这个IQ 三年一次大会的邀请 就以宾客身份 不要说贵宾 因为英文我没看到任何special 也就是guest 这么简单 那么这次美国没成功 就是美中的这个共管 在这个议题上至少破局了 那么其实这段话呢 是蔡英文早就想讲的话 我认为他一直是他肚子里面的话 但最好正好利用IQ 但IQ你看看前面 IQ之前发生事 很多人只注意大的 没注意到前面小的 有两件插曲 第一个是民进党的立委 还有民进党的一些团体 说我们不满意中华台北这个名称 大家都记得吧 中华台北不满意 所以我们要换名称 第二个是我们要 也是一个团体 民间团体 但是外交部和洛委会都在配合 这可见不是纯民间的 而且事实上 大陆固然没有纯民间的 台湾也没有纯民间的 一样的 当年蒋经国下令 要把那个Christopher 副国务卿的车子丢鸡蛋 Christopher马上就有情报纸告诉他 这个蒋经国下的令 不是民众自发自动 民众想自发自动 没有得到准许也不可以 同样的 现在那么多年过来了 还是一样 他反对 反对中华台北 又要以台湾民意入联 又官方又配合 官方还 总统不说我们 我们这只是个研究案 那么但是外交部说 我们是要 攻进联合国的专门组织 反正你就是台湾民意入联 这个是官方和民意配合 所以说民进党是用这个来 所以说民进党 大家真的要那么在乎 国际民航组织 要参加这个大会的话 会做这种不该做的动作吗 这个动作就是本百名 都要让你来中国来打压 我不承认九二公司 你已经要打压了 我这两个动作一下嘛 一下去 你更要打压 明知道你已经不让我来了 那我就干脆发发脾气嘛 发发脾气 那我一发了脾气之后 本来中间的美国 那就摸摸鼻子 啊来来去算了 你们就自己互相尊重 但是这就等于打点了 就是叫你要互相尊重去解决 解决 把他想办法解决 要把僵局变成活局 危机变成转机啊 但蔡英文显然 现在连美国也不理了 但是他会在国庆演说 还会讲一些 稍微讲了一点漂亮话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预测一下国庆会讲什么 对对对 不过我们来看 对于党庆上面 民进党的这一封公开信 中国大陆也做了回应 来看中国大陆怎么说呢 他们说啊 针对于蔡英文在30周年 民进党党庆当天的谈话 国台办的发言人表示 国家统一是中国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任何台国度分裂的图谋 都不可能得逞 来王文大哥看一下 那接下来中国 看到蔡英文总统变得硬之后呢 中国应该也是会继续硬下去吧 强蹦的情况下会怎样 我举一个 最近这一年多发生在南海的好了 南海也是不断的 中国跟美国互相叫嚣 我们节目中不断的讨论 你放一句我放一句 你放一句我放一句 跟现在的两岸之间 互相在放话 有一点点类似 在南海出现一个变局就是 仲裁案出来之后 局势稍微改变了 中国声音越来越大 美国默默逼折 你觉得两岸不断的 现在在放话阶段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局 或者是一个像南海仲裁案的事件出现吗 我想520之后 两岸之间的这种对峙 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强硬 我想大陆方面 从不光是520小英的演说 其实在此之前 小英去美国去日本访问 我相信大陆方面她已经长期在观察 或者在调查 蔡英文他们出去的目的何在 做了哪些事情 说了哪些话 然后是有哪些策略性的铺牌 他们都看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大陆并不会对蔡英文 现在做的任何动作感到意外 比如说9月28号 9月28号之前 大家台湾都在吵 这一天放不放假 谁该放假 谁不放假 可是大家就忘了 928其实是民进党30年的党庆 这一天如果放假的话 对民进党来说 脸是挂不住的 因为这是威权体制的再现 竟然民进党党庆要全国放假 好 那这个话就不说了 我认为呢 大陆方面对于蔡英文 两个认知 第一个两国论的认知 两国论认知就是说 1999年的他向李登辉提出的 那个两国论的认知 就是蔡英文会搞两国论 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外交上 大陆对于蔡英文的认知 也是他搞两国论 可是持两国论非比两国论 我说的这个两国论是什么 蔡英文我们待会会谈邦交问题 我认为台湾现在二十几个邦交 就算全部一系之间全部都断交 蔡英文老神在在 因为他有两国论 他这个两国论是什么 日本美国 只要日本两国这个两国还在 就算所有的国家通通断交 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 Who care I care Who care 不會有人care 为什么呢 因为说老实话 这二十几个邦交国 除了形式上 对于中华民国 或者说是对于台湾 外交空间的存在的一个肯定之外 实质上 经贸 文化 军事 外交 甚至于I care 发言 联合国发言 这二十几个黑朋友小朋友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扮演角色 微乎其微 真正就是两国论 就是说蔡英文 他只要两国 一个是美国 一个日本 这两个顾好就好了 大腿抱住 你刚提到一个点 就从520就职之后 其实大陆对外 也不断的在各方面了解 蔡英文接下来的动作 或他的谈话 他的意向等等 对不对 大陆他非常清楚 我要问的是 因为在520之后 大陆曾经讲说 这个演讲呢 是一个没有写完答案的答案卷 所以当时还在等待他 要把答案卷写完 那现在呢 已经四五个月过去了 看到了这封公开信 他虽然不是答案卷 他是一封公开信 看到这封公开信之后 对外还在期待 他要把答案卷写完吗 还是说 你就在考场里面 不一定要出来 或者答案卷也不用写了 这个答案卷 他已经写了 而且是白纸黑字 基本上 你看昨天 我自己 我在脸书上 我也写了一篇 我写了之后 我一看那个中平社 中平社的评论 跟我的观点 几乎是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 中平社的观点认为 这个就是两国论 就说928 蔡英文的那封信 就是两国论的思维 那北京的这个诠释 北京的解读 他也认为 这个是两国论 换句话说 在520之前 或者是520当天的演说 或者是928 蔡英文的这封信 基本上都是吻合的 就是他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就是两国论的坚持 然后他的外交路 外交的细路 也是两国论 就是坚持美国跟日本 所以在王文大哥这样解读之下 对岸 其实现在此刻 应该已经 不会抱太多的期待 是这样子吗 他基本上不抱期待 只是说该怎么做 该怎么应对 不抱期待的情况之下 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几个事件 为大家做个整理 包括了大家看到 这段时间的新闻 最热的就是 国际民航组织 台湾没办法加入 后来很多我们的友邦 他们没办法 为台湾发声的 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些消息 为什么不发声 因为大会说 只要讲到台湾 麦克风就消音 因为你知道这个发言 他们是所有代表 做着按钮讲话发言 你只要按钮 那钮就基本上 不会让你有声音出现 萨尔瓦都代表更厉害 他说其实 我们当天想要 帮台湾发言 结果按钮是坏掉的 所以怎么这么厉害 都可以想得出来 可以消音 按钮可以坏掉 我觉得这对岸 如果真的是像我们的友邦 这样发表的话 他们还真细腻 那接下来包括了爱尔兰 可能他们的公务人员 没办法来参加台湾的国庆 联合国大会 只有13个友邦 把我们的发言挺台湾 这个数字创下的历史新低 这一部分我问一下老师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说我们其他的友邦 都可能出现判决 或者是要背叛我们的一个 这个倒也不是说今年才发生 过去我们联合国 联合国里面很多友邦 碰到一些重大事情 要去发言的时候 有些是肚子痛 有些是上厕所 这是历年新低耶 以前也有差不多的那种类 就是当你跟联合关系不好的时候 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因为他们即使跟台湾 是有邦交关系 但是他跟大陆有经贸关系 而且大陆还有很多机会 让他们能够在联合国里面 当个什么小会议的临时主席 或者等等之类 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国家地位的提升 所以大陆有筹码了现在 不像以前大陆也是一穷二白 自己都顾不住 现在他们有筹码 可以帮助人家 帮助甚至包括我们的友邦 也如此 所以为什么很多国家 跟我们也有很好的经贸关系 因为他就不敢在政治上得罪大陆 得罪大陆 得罪大陆 你自己的国家地位会下降 所以这里面当然大陆 我们要想跟中共对抗 不要忘了 我们不是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我们在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家很多人看到台湾的钱 并不是说有碍于台湾 但是台湾的钱让他们看上 所以说他们可以络绎不绝 互线为之穿 现在钱不在我们这边在对岸 钱不在多 钱不多 那你国际地位又没有大陆高 而且它的影响力又大 不但有影响力 还有实际的操控力 所以你看 能够把这个按钮搞坏 这也很厉害 我要特别把这几个 没有帮台湾发生的国家 我们的友邦 念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包括了布吉纳法索 圣诺美普林西比 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 瓜地马拉 宏都拉斯 巴拿马 圣路西亚 请教老师 这八个当中可能出现 对于台湾外交关系 升变的有哪几个 有几个 八个当中有几个 其实八个里面 假如大陆稍微暗示一下 八个都会去 大陆暗示一下都会去 在排队 对 有五个六个已经在排队 这还是我们低估的数字 其实不止 我们来看看 其实有没有钱很重要 因为现在十一假期 他们的国庆 也刚好是十一的黄金周 在去年此刻 来到台湾消费的陆客 到今年减少了六成 对于这一点 我们看到现在 所有媒体都会去问 我们如果现在陆客也不来了 国际工具也被打压了 那很难 对于观光业者很惨 那这样状况怎么办呢 陆委会张晓月 针对于类似的提问 那个观光如何再拼下去 他回答记者 台湾的观光业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 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问一下创下哥 您是我们新闻的前辈 如果你听到张晓月说 观光业者 生命会找到出口 要下个标题的话 你会下什么标题 我以前总编辑的话 就只有五个大字 侏罗纪政府 为什么 因为这句名言 是二三十年前 史蒂芬史玉博 侏罗纪公园里面 最后的一句话 是是是 生命会找到出入 那他在讲的是什么 恐龙 所以呢我们政府 他就告诉你 生命会找到出入 但是呢 他其实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知道恐龙最后 真的找到出入了 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那场大灭绝之后 有一些幸存的人 他们最后变成了鸟 是开始了一个灿烂的生活 可是呢 那个鸟呢 他们是撑了两千五百万年后 四千万年前 才开始有出来 所以张晓月意思就是说 你们如果还活得下来的 撑久一点 慢慢撑 就会变成鸟 就会变成鸟 就会出入了 也就是说 其实呢 就是太阳花的那句名言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出入自己找 我们政府是不理你的 我张晓月也没有能力理你 因为呢 我传真他人家也是以毒不回 所以张晓月对他来讲 他这个陆回主委 就是可以撑个关 然后说他有一个这个资历 他已经毫无作为了 他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自己的出入自己找 然后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你说他有傲慢 他也不是傲慢 他是告诉你说 毛利水暗状 我也没有办法了 千住自住者 好 休息片段回来带你看 说到未来的生命 可以找到出口 看看 回来聊金正恩吧 因为有人说他的生命有危险 马上回来